戍边烈士家人有了家庭医生 该院专家为陈祥荣烈士母亲做检查 祥荣妈妈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我们来为您做一次全面检查 春节前夕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医疗小分队来到一等功臣 陈祥荣烈士家中 为她的亲属做健康检查 并送来药品和防疫物资等特殊年货 陈祥荣家所在地 属于第900医院的医疗保障区域 陈祥荣是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一等功臣 她在日记里写下的《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感动了亿万国人 作为军队医院 我们希望通过建立长效医疗服务机制 让她的亲属享受军队医院的优质服务保障 该院宁德医疗区主任林登树告诉记者 2021年2月23日 他们与陈祥荣家人签订家庭医生协议书 指定专家长期担任陈祥荣亲属的家庭医生 建立健康宣教、指导、随访等长效机制 提供定期上门巡诊、定期免费体检 实行优先优待等医疗服务 在政策规定范围内提供医疗费用减免或优惠服务 这次 该院专门选派骨科、浦外科、内分泌科专家 携带便携式设备 上门为陈祥荣的亲属开展诊疗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 医疗小分队专家将便携式采钞设备展开 为陈祥荣母亲19岁进行检查 结果出来后 内分泌科主治医生、郭文和健康医学科主管护士徐景芳 为19岁详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 19岁腰椎和颈椎不太好 骨科主任陈建梅详细问诊后 为19岁教授缓解病症的锻炼方法 经过全面细致的检查和问诊 医生们共同为19岁制定诊疗方案 并讲解冬季常见病的预防等知识 医生们专业的诊查、耐心的讲解 让劣势亲属再次体验到军队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 和优质服务 专家诊查很认真、很全面 真的很感谢他们 陈祥荣的母亲19岁和姐姐陈巧拆感激地说 每一位卫国戍边英雄 都值得永远铭记 诊疗结束 医疗小分队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说出新年心愿 作为军队医护人员 我们会全力以赴 守护好戍边英雄家人的身体健康 为他们送去党和军队的关怀